这是海上最凶猛的鱼类之一 它不仅嘴如常见 深如炮弹 而且油漱几块 可以瞬间批判一切阻碍 一旦发起攻击更是灾难级的 别说小鱼了 连人体都可以一秒刺穿 如果不小心被气一口 那就可以直接开袭了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气鱼 不过对于这帮海钓人来说 越危险也就越刺激 今天船长就来挑战这种鱼 要对付这种家伙 不下血本是不行的 只见他把一条七八斤的金枪鱼 绑上鱼钩扔入海中 很快就吸引来了大鱼吞儿 可很快 自知上当的大鱼就不断跃出水面 企图摆脱鱼钩 简直比生气的女友都难 不过好在船长没给他逃跑的机会 几分钟后 一条一米左右的大鱼就被斩鱼马下 好家伙 这居然真是挑起鱼 不过由于它还是个幼崽 老哥们再怎么不舍也只能给放了 看到低调密码正确 一旁的胡子哥也手扬起来 开始了自己的尝试 这回上钩的同样很顺利 一条大家伙正不停跃出海面 看起来也是一条好汉 这回会不会又是挑起鱼呢 可没高兴多久 把鱼拉出来一看 却发现只是一条一米多长的鬼头刀 这个分量换作平时也能炫耀一下了 不过跟今天真正的目标相比 还是有些落差的 而就在眨眼的工夫 船长又钓上了一条翻滚的大鱼 他看准时机锁住线龙 和大鱼全力对抗 任大鱼怎么旋转跳跃避之遥 都逃不过他麒麟臂的威力 十分钟后被他慢慢拉到船边 好家伙 这果然是条大鱼 至少有两米多 今天的运气真是不错 而这一幕 也恰巧被海上的其他渔船目录 船员将自己的鱼竿交给船长 想再见识一下他的厉害 船长当然不让 准备好户具开始摇轮 而今天的大鱼没有一个是白给的 只见眼下的这条 突然从船边跃起试图逃跑 船长见状连忙收险压制 好在大鱼虽然来势汹汹 可是耐力一般 没过一会体力就消耗殆尽 只剩下在船边不断挣扎的份儿 看清楚以后 船长发现这又是一条 接近两米的大旗 今天的第二个渔货 就这么顺利到手 可还没来得及休息 线轮就再次以一个恐怖的 势头飞速拖剑 船长只得再次进入战斗状态 他左手扶干右手转轮 轻车熟路的跟大鱼玩起垃圾战 而大鱼也毫无意外的 又在海上耍了一番活龙 本以为这条也是秋后的蚂蚱 折腾不了多久 可谁知道这会真碰见个硬差 这条其余所到之处 全是翻江倒海 看这架势不把船顶翻就不罢休 连拍照的机会都不给 哥几个只是想钓鱼 不是想送鱼 眼见实在惹不起 只好割断鱼蟹放生了 不过今天的上鱼 速度简直是开了吧 还没来得及惋惜 这边又中鱼了 船长兴奋地看着远海跃起的大鱼 急忙带好护具准备战斗 有了刚才的教训 一旁的船员急忙帮他控住一线 防止大鱼暴躁 快看 这居然是条两米长的大西洋蓝枪 它线条优美 鱼身限量 看得船长是热血沸腾 不一会就把他拿下来 今天的大鱼简直是排着对上钩 你瞧 就在三四十米开外 又有一条大骑鱼翻腾而来 街里的胡子哥 显然没有船长气顶神仙 线轮在大鱼死命的牵动下 几乎快要脱手 身前还有一群海豚性在乐祸 好在凭借着单身三十年的手速 最终还是让大鱼乖乖跃出了海面 到现在 他们已经收获了满满一船渔获 可船长却显然并不满足 谁会嫌疑祸多呢 况且还是这样的海中霸王 今天非得钓上一整船 它现在已经完全安属了这种鱼的习性 虽然爆发力很强 但是持久力一般 僵持没几分钟 就会脱力浮在海面上 这几条钓的简直是应接不下 看得我都快脸忙了 高手的世界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呢 趁着天色还早 船长再次抛肝入海 随着线轮不断走线 远方的海面跃出两条大起鱼 原来是它和船员同时中鱼了 今天的渔情简直像中了彩票 船长快速转动线轮收线 大鱼也快速被拉紧 好家伙 看到这一条 今天才算彻底值了 这是今天为止最大的一条起鱼 看着鱼起的大小 你说它会非我都相信 连鱼嘴的长度都超过五十厘米 被它炸到一下 直接就能串串了 而就在船长换个腰带的工具 隔壁的船也上翻了 好家伙 刚才的话说早了 看到他我才知道 啥叫一山更比一山高 给老哥高兴的恨不得拉船长跳段舞 而像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 此刻正在这片海域上不断发声 回到码头后 船长开心的简直像一个 三百六十个月大的孩子 到处才说 你怎么知道我钓到了一串两米的大旗 小胖实在是受不了船长 一把把他推入水中 这也是因为当地的传统 当人们第一次钓到其余时 必须要钓到水中接受洗礼 这代表着心生与自由 就这样 接受完洗礼的一行人 愉快地结束了今天的海调 关注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